《酱油》 酱油是厨房不可或缺的调味料 它的风味 用途 或许多数人都很熟悉 但酱油到底是如何产制出来的呢 酱油的发明不但表现古人勤俭的习惯 与珍惜食物的美德 更展现中国人使用添加物 善加保存食物的传统智慧 一道道色香味具整的料理 酱油常负担着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 往往些许份量就能烘托出主要食材的美味 有些味道浓稠咸香 有些强调清淡薄韵 各有各的爱好者 做法 用料 甚至产制过程 也是各有千秋 好 锅里的荷包蛋已经围焦 正在煎蛋的钟妈妈 却在起锅前 又特别用酱油糕 淋在荷包蛋上 一瞬间锅里的热度 让酱油的咸香味涌现 再与蛋香结合 这道家常点心 顿时美味十足 而钟妈妈这道酱油煎蛋 正是儿子钟正达 从小最爱吃的妈妈味 我们小时候 小朋友都有时候会挑食 那只要我妈端出酱油煎蛋 那一顿我们就觉得 会吃得非常心满意足 那有时候妈妈不在 我们就是自己去把酱油糕 淋在饭上 那一碗饭也可以吃完 钟妈妈笑说 她从小就是酱油的爱好者 也因为爱酱油这个味道 甚至还嫁给了西罗地区 知名酱油公司的第三代传人 因为我本身做爱吃酱油 我吃西面都用温酱油 馒头也可以 薄米也可以 番茄也可以 所以这些朋友都跟他们说 我哪里爱酱油 对啊 就因为爱吃酱油所以嫁来吃 三十多年来 钟妈妈与先生努力打拼 坚持要将自家酱油的味道传承下去 但是从事产制酱油 这一类的食品加工业并不简单 往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和时间 细心照顾 现今 钟妈妈家的家传酱油 不但受到云林西罗地区民众的欢迎 在台湾 他们更是每年黑豆酱油产量 第一名的酱油公司 在钟妈妈家制作酱油的现场 有一股扑鼻而来的黑豆香 与红豆香味有点类似 会让人感受一股甜味 经过高温蒸熟的黑豆原料 酱油师傅们正快速地分批翻搅 等待这些黑豆冷却 准备撒上菌种 将菌种和黑豆搅拌均匀之后 将进行制作酱油最重要的步骤 制取 制取的话没有制取成功的话 豆子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等于是里面发酵完全 豆子是坏掉的 所以制取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 其实温度是夏天比较好控管 夏天大概温度如果都有平均30度以上的话 比较好发酵 就不用靠袜来误了 就单纯这样子自然发酵 窗户关起来就OK了 如果冬天的话 就要靠那个电暖器 还有布袋来帮它加温 夏末的云林西螺依旧艳阳高照 气温闷热 这间发酵室 目前的温度已经超过40度 高温多湿的环境 正好适合瞿骏这一类的微生物生长 发酵 发酵都是要发酵七天 原本是黑色的嘛 然后就变白色 然后就完全变成黄色 完全黄色就是代表已经发酵完全了 瞿骏的最大功用 是透过发酵作用 产生酵素来分解黑豆里的蛋白质 之后变成氨基酸 而这些氨基酸便是酱油鲜味 甘甜味的来源 这项酱油广告中所谓的醍醐味 瞿骏正是创造这种多层次风味的工程 而每一家酱油味道差异的关键 就是在于瞿骏的不同菌种 黑豆酿造的酱油是台湾的独特风味 制作据点大多分布在台湾中南部 一般普及的名称是黑豆印油 而造访传统古法酿造的酱油工厂 往往让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眼前这一缸缸的陶骏 原来制渠后的黑豆经过洗渠后 会被放置到这些瓮缸中 持续发酵大约30天 然后酱油师傅会再加入盐巴防腐 接着进行下一阶段 长达120天的腌制期 这段期间为了维护品质 酱油师傅还必须不时地亲自巡视 了解这些瓮缸里黑豆的腌制状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这里顺南根 来这里顺南根看它发酵的情形是怎样 除了发酵力的 像你刚才有的手机了解 那是有状态有什么 因为夏天很热到 它的热脏 只要把它压下去 差不多汤汁跑出来 主要是在看它的发酵过程中 是不是很顺利 不过是否还要加鹽 重点是盐要盖住 更危险 上面的豆子更不客气 本身是澎湖人的酱油师傅许顺平 以往从未接触过古法酿造的酱油 直到七年前 来到西罗中妈妈家 学习酿造黑豆酱油的技术 才了解这个行业的辛苦 以前我都不知道 那是来到这个地方 我只有这个工夫都知道 原来做台油这么辛苦 完全都要手工 都要顺 那是以前你说你在 对 对 你说你都吃花 都吃花 有茶吗 有茶 吃起来到 在这吃的豆子更甘 在这花是像四鹹 第一次吃到他们的豆子 我会记得你那种甘酱 甘酱 就是蝦豆香味 我还记得蝦豆香味 它是减甜减甜的 我感觉 卫生 还有重点是说 它比较天然 不过淋一些有的霧 吃起来比较安心 政长看一下酱油 今天煮的是南籍酱油 南籍各位吗 各位 颜色可以 油可以更伤心 好 这样就好了 好谢谢 各位 我们家酱油 我印象就是非常的香 非常的干纯 那我吃起来就是 家乡味就是这么的美味 那我去到外地就觉得 不是咸 然后就是 味道很奇特 很奇怪 然后觉得 它感觉出 就不是那么的道地 有点化学的味道 那我们觉得说 我们家乡 我们家的酱油这么的好 可是我今天我在台北 我居然看不到 我们家酱油在台北贩售 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主意 促使我回来卖 中妈妈以先生 目前已经把酱油公司 传给第四代经营 年轻一辈 也经守着长辈对味道的坚持 同时在制作酱油时 也很注重食品安全与卫生 那我们着重在最后 我们的杀菌必须符合 我们现在的卫生规范 那我们最后检验出完 我们卫生局也是会来抽验 我们也会主动送给卫生局 那卫生局检验还不错 我们杀菌基本上是80度左右 那大概是15到20分钟 这个上列杀菌 这玻璃瓶它的热穿透 会比较好一点 严选展科黑豆 粗盐加上浊水溪的水 以及中佳人制作酱油的用心 这些元素历经时间的脆鸟 终于显现出 这一滴滴琥珀色的液体 这是酱油原汁原貌 后续再经过调味烹煮 就成为这一瓶西螺在地好味道的黑豆印油 在西螺的中佳 认识了台湾古法酿造的黑豆酱油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 比较熟悉较常接触的 应该是市面上贩售最大宗的豆麦酱油 拥有营养师背景 又曾走访台湾各地探查酱油味道差异的徐仲 从酱油的发展历史 看出了端倪 为什么会有豆麦酱油 为什么会有黑豆酱油 那对我而言 从历史来研究 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人 其实不应该碰豆麦酱油 我们应该是黑豆 但是在日据时代 日本人吃不管我们的黑豆这个口味 烫就把豆麦引进台湾 那从很多文献来看 近一百年来研究这个酱油 研究的最透彻的民主应该是日本 不再是中国 因为他们用很多科学方法 为了提升产量 为了让品质稳定 那当他们把这一块 放进台湾的饮食文化中 当他们离开了台湾 台湾很多人就那时候在思考 好我们要酿酱油 我应该选择豆麦还是选择黑豆 这就变成一个台湾酱油的分叉点 因为日本人已经研究出 如何大量制作 所以使用豆麦的都能够大量制作 机械化工业化来制作 那黑豆的它没有办法 还是纯天然 就是我们一般用钢 那其实你要说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没有什么好或坏 这只是你要的味道 和你制作的方式的差异点 来到这家已经成立了75年 专门生产豆麦酱油的酱油食品公司 其中的酱油博物馆区 正在进行DIY制作酱油糕的体验活动 好 那我们现在把酱油倒在锅子里面 让它慢慢的烹煮 来这个 麻烦你把它倒下去了 好 那接下来旁边这边还有一包 这个就是我们金兰自己制作的 糯米粉还有砂糖在里面 我们要把这糯米粉跟砂糖 倒在这个水里面让它搅拌 因为里面有砂糖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砂糖搅拌融化了之后 才能倒到加热的锅子里面 来 那如果砂糖已经搅拌融化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慢慢倒在锅子里面 它就慢慢会呈现出一个化学变化 让它变成稠状的 透过体验课程 发现原来市售的酱油膏 是由酱油原汁加入糯米和砂糖 调制而成 而这个博物馆 还有一个令人觉得新奇的体验 试吃酱油冰淇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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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冲突的口感 酱油的咸味 加入牛奶和糖 适当调和后 反而产生了绝妙的滋味 这家以纯釀造豆麦酱油 为名的公司 其实 当初创立者 是经过转业过程 才发展酱油产业 日據時代其實到接近到光復之前 其實整個台灣的生活上也是很困苦 因為二戰的關係 當時的創辦人中藩先生 本來其實有做一般釀酒的工程 後來他有想過一個問題 他身為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 所以他想說 是不是能做一點實業 創造多一點工作機會 所以後來他就取得一些技術之後 他就準備開了另外一個產業 就是釀醬油 不同於黑豆釀造醬油 豆麥醬油主要採用的原料 是黃豆與小麥 兩者各有不同的主要成分與作用 豆麥醬油是利用黃豆跟小麥 黃豆最主要是蛋白質的來源 黃豆如果成分比較高 蛋白質比較高的話 最終產品發酵的蛋白質也會比較高 小麥最主要是利用糖那一塊 那到後期的時候就是他會產生一些酒精 那其他的一些多元分的這些風味的來源 然後一起變成所謂的豆麥釀造的醬油 這家醬油食品公司是以GMP食品製造標準 採用大型機器設備來釀造豆麥醬油 像是發酵槽就有112座 每一座完全裝填的容量高達120噸 而且以恆溫控制 確保豆麥醬油風味的一致化 要恆溫控制最主要是在於 它醬油會隨著你溫度的高低 而且顏色有變化 那香氣也會有變化 比如說可能有一點點焦香味 或是顏色變得很深 那可能厚實感變得比較重 那在控溫的部分的話呢 是根據我們自己本身試煉的一些經驗 那我們再去調整出最適合的溫度 那在這最適合的溫度 我們持續下去的話呢 它顏色也不會忽高忽低 那它的香氣 還有它的釀造的風味 也會隨著我們這樣子溫度上的安排 有一定就是維持在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水準 若大略比較 動脈純釀造醬油 與黑豆釀造醬油的製造過程 兩者從原料、製作方式、步驟流程和工具 都有極大的差異 不過 麒菌的培養 運用維生物發酵 分解蛋白質而產生獨特的風味 卻是如出一策 我們是需要經過三天的自取 那自取其實最主要就是讓我們的取菌 我們發酵醬油最主要取菌來生長在那個 黃豆跟小麥上面 那生長了三天過後呢 其實最主要我們要拿的是它的酵素 我們是利用那些酵素來切蛋白質 變成所謂的氨基酸 那氨基酸這種東西它就會有特殊的風味 尤其是在鮮味這一塊 所以當你用的取菌是不一樣的話 你做出來的氨基酸的結構比例也會不一樣 所以就造成了各家釀造出來的香氣風味 還有它的鮮味程度都有差異性這樣子 除了取菌會影響醬油的味道 每一家醬油廠商後續添加的獨特調味配方 像是加入適當比例的水、砂糖、甘草等天然物質 來調和鹹度也是醬油是否美味的重點 十字今日醬油不但品牌多樣化 更因消費市場需求而開發出許多創性的口味 如果說今天我們想要研發 比如說比較不同的醬油 比如像我們也有五股醬油還有藝人醬油 那可能從原料端開始做改變的話 那我們研發這邊也是要從釀造端開始 就開始一直試驗一直試驗 包括它的整個腫蛋 還有它的氨基酸的結構什麼的 我們都要去做判別 然後看它的鮮味感的呈現 還有風味的好壞 我們都要必須經過嚴格的評判 然後去評評 才會確定說我們最後的這樣子的產品 在醬油多元化發展的現金 其實最重要的根本 還是在於製造出安全衛生的醬油原汁 好的醬油原汁不但可以在料理上提鮮增味 還能用來製作醬菜 這是早期農業社會 中國人所使用的蔬菜保存法 透過醬油的醃製 蔬菜瓜果不但得以保存 也創造了新口味的醬菜食物 我想應該對於華人或亞洲人來說 其實醃製這件事 應該是對全世界的人來說 都有一定的觀念 特別是其實早期 大家也知道生活比較艱難的時代 經濟還剛剛要起飛的年代 那個年代其實購買醬菜幾乎是每一家的人 在廚房裡面都有的東西 現在來說也許都改變了 你可能一天兩天去買個新鮮的食物菜場 OK 很簡單 以前不是這樣 所以對於每一樣食物的保存 每一樣食物讓它能夠好吃維持原味 但是讓它有那種甘甜的感覺 這變成我們在發展醬菜上的一個 其實當初最早的一個想法 能夠把好的醬油 然後把好的醬菜放進來 至少不要只是說像更早期用鹽 只是這樣熄過這樣子的東西 來 大家來吃吃看喔 皮蛋豆腐 涼拌豆腐喔 哇 有好吃的耶 有什麼好吃的啊 我也要吃 好 來來來來 大家拿碗筷過來喔 你吃更多 好 謝謝 好吃耶 怎麼做的啊 超好吃 你有吃到什麼味道嗎 有 擦擦看我放了什麼 鍋皮辣椒 還有呢 有一點辣辣的感覺 還有什麼 有一點點香菇的味道對不對 素蠔油 香菇素蠔油的味道 加了我們的素蠔油 對 這是我們香菇素蠔油的味道 好好吃喔 哇 這樣子的搭配真的很讚耶 很好下飯耶 對啊 醬油不能直接用喝的 一定要透過蒸煮炒炸 它吃到它的真正的味道 我說我們醬油很博愛 它不會固固固老 它是一定要跟人家分享 才有辦法吃出它的好味道 一道成功的料理需要色香味俱全 而醬油這項調味料最大的功用 正是可以讓料理從色澤 香氣和味道三方面都滿足人們的感官 色香味這個部分呢 這個顏色的部分 我們這個滷的東西呢 今天它滷的部分 它本來是一個比較偏白的顏色 然後會經過醬油或硬油去滷味 滷過之後呢 它有一個醬色的部分 會附著在食物上面 第一個會達到那個食物的一個 觀感的一個效果 會比較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樣子 那味的部分呢 它本身會讓食物的一些的 風味會增加它的鮮味 所以整個是有加分的效果 專攻素食秤衣料理的主廚李耀棠 不但分享它運用醬油入菜的經驗 更示範了一道簡單易學的涼拌野菌糊 作詞文字幕提供 這道菜的部分 即使要煮辣味 連鮮味不足 眼前這一道菜的部分 它屬於是涼拌的 它不是經過高溫的鍋子下面去熱炒的 它就很簡單的是把這一個 所有的菌菇類去汆燙過之後 然後加上簡單的硬油跟香油 一點點的味醂拌一拌 就直接可以上盤了 醬油在這一道菜的部分 就是讓它的菌菇裡面調味之後 它會帶了一個提鮮的動作 然後增加一點點的琥珀色的色澤 讓這個食物看起來就更加的美味 享受醬油為食物帶來的美味之餘 消費者也應該了解 其實醬油還需要善加保存 才能確保衛生安全 純釀造的醬油產品 大多不會添加防腐劑 但是多數家庭主婦買回家使用後 卻往往忽略應該如何妥善保存 以避免產生發霉的問題 在安全衛生這一塊的話 一般來說醬油它本身的鹽分就比較高 所以它就先天性的 比較好的一個保存條件 就比較不容易壞掉 可是相對的它在蛋白質那一塊 腫蛋也是很高 那腫蛋高的話呢 當然是它也是很營養的 那很營養的話 我們還是會比較說 比較怕說有些消費者 他可能放在鍋邊 那我們每天這樣子炒菜的話 它一直都是時冷時熱的這樣子 然後溫度又高 相對的一些空氣上的弱菌 就會有滋漲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會建議說消費者 最好還是把純釀造的產品 放在冰箱 因為它畢竟是不含防腐劑的 市售的醬油種類 口味琳瑯滿目 但要如何挑選一瓶 食用安全無餘的豆麥類醬油呢 首先要認識兩個食品標章 GMP與純釀造 食品GMP的標準可以讓它告訴你 這家工廠製造的過程 它是安心無餘的 它是有品質規範的 所以其實我們先看到 上面有食品GMP的標章 第二個就是特別在釀造品的部分 有一個百分之百純釀造的標章 它是一個八卦形狀的標章 上面寫上純釀造 這也是代表 這一樣產品是經過純釀造 以醬油來說 純釀造的醬油 至少經過四到六個月的發酵 不會用任何的香精 防腐劑 或者其他亂添加 它天然的氨基酸香味 就可以符合一般人食用上的 美味跟安全還有健康 所以純釀造標章也是非常重要 而醬油專業人士徐仲 則是建議消費者 在品嘗之前 可以先用嗅覺 來判別手中的醬油 是屬於純釀造 還是化學素釀醬油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其實就是聞 那如果素釀的它會有一種 這種味道會讓你不舒服 刺鼻的味道 所以後來我就在思考說 使用醬油這個因素 是要它的香氣很重要 可是我們一般打開醬油 再使用醬油 很少人會拿來聞一下 所以這次我在研究醬油的過程中 發覺以前的我跟現在的 我不一樣的地方 近來因為許多民生食品的安全 頻出問題 讓許多人警覺到 經常使用的醬油 會不會有問題 而最值得提出討論的就是 透過化學方法 三鹼中和所製造出來的素釀醬油 又被稱為 氨基酸醬油 化學醬油比較大的問題是 黃豆裡面有油脂 那這個油脂它主要是一種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呢 我們如果用水解以後 它會形成所謂的甘油 那甘油又稱之為 叫做丙三醇 鹽酸遇到丙三醇以後呢 它就會形成一種叫做 單氯丙二醇 就是一個它的醇基被氯 給取代掉 就叫做單氯丙二醇 那這種單氯丙二醇 目前瞭解是 可能有致癌的疑慮了 但是還沒有被證實 可是至少我們已經瞭解說 它對我們的肝腎 都有一定程度的傷害 那這是化學醬油 無法避免的一個成分 所以目前 這個衛生署它有要求說是 我們在醬油裡面 不得高於一個PPM 一個PPM就是百萬分之一 一百萬分裡面只准有一份 單氯丙二醇的出現 那以這樣的標準來講 對我們人體的傷害就非常的低 實驗室裡 專精食品科學的陳盛民博士 特別示範如何製造化學醬油 並說明原理 醬油我們除了用釀造的方法來做以外呢 我們也可以利用一些鹽酸 然後來分解我們的黃豆 那用鹽酸分解黃豆的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縮短整個製造醬油的時間 大概三到四天我們就可以做好 那你如果用純釀造的話 可能就要耗時三到四個月 當然也有一些人 他是首先讓他先用鹽酸分解 分解之後呢 再來釀造 這樣我們可以縮短時間到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我們首先可以先把這個炸過油的這種脫脂黃豆 這已經乾燥過 然後就把它加到分解品裡面去 那這邊呢是鹽酸 我們用18%的鹽酸 那這個是比較濃的 那這樣做的話大概在四天之內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所需要的氨基酸 原來鹽酸可以像麴菌發酵一樣 分解黃豆裡的蛋白質 以取得影響醬油口味的氨基酸 卻更省食省力 售價也更低 然而若與長時間釀造的醬油相比 就缺少獨特的香氣和風味 所以你用麴菌 這是釀造的 它是可以把蛋白質分解為氨基酸 我用化學的鹽酸 我也可以把蛋白質分解為氨基酸 所以這兩個的最終 我們可以得到一樣的成品 只不過是說 釀造醬油裡面用的這些麴菌 它不是只有剪刀而已 它還有醬糊 它可以把一些不同的物質 又再把它結合在一起 可以製造出一些新的風味 所以釀造醬油來講 它有比較多層次的風味 可是化學醬油 它就沒有那麼多層次的風味 那個50公升的油皮全部加下去 然後等再來測一次年度 測好之後我再來決定說 糯米醬要加多少 它是高智夢 從小也是在醬油吻鋼鞭長大 父親高晴先生創立的中部知名的醬油廠牌 原本繼承父親事業的高智夢 卻在40歲那年 因為家人生病離癌到最後往生 促使它重新思考 如何製造出以健康導向 不隨意運用添加物增添鮮甘味的醬油 而這個有機醬油的新品牌 暫使它過去十年的新鮮結晶 醬油從小我們在製造的時候 耳濡目染就是說 它是一個綜合性的調味品 當裡面有添加甘草 或是說一些調味料 像核甘酸的調味料 或是氨基酸的調味料 可是當我有機會重新來過的時候 我認為說 為什麼我們不做一瓶是一個原汁原味的醬油 高智夢釀製有機醬油 是以傳統的釀造經驗為基礎 運用在新的器具和儀器設備上 像是為了保存有機原料的新鮮度 高智夢還特別設計低溫廚師的倉儲空間 放置黃豆、黑豆、小麥和糯米 因為我們這個有機原料 農民栽種不容易 天候也變化這麼大 所以我們要好好愛惜它 有好的原料當然做出來的成品 那就是會比較好 但是台灣的氣候是屬於溫度比較高 然後濕度也比較高 所以在這種廚師型的冷藏庫 可以讓這個原料確保說 不會再滋長黃麴毒素 這是最重要的 原料的新鮮度 當然就是品質的保證 也因為注重健康觀念 高智夢對於醬油產製流程 在衛生安全的要求也很用心 譬如它將傳統主感改良為不鏽鋼材質 目的是為了方便清洗與殺菌 水是採用過濾水 製作步驟的相關溫度透過機器管控 除此之外 高智夢還有一個微生物實驗室 專門用來培養豆麥醬油發酵用的酵母菌 核測試每一批醬油裡的生菌素 希望達到越少越好的目標 像我們有機醬油也一直強調就是說 不能加防腐劑 所以我們每一批醬油 我們也是都要做好微生物的管控 也就是說做好生菌素 來瞭解說每一批的品質是否穩定 這個部分是自主管理 純釀造醬油因為它還是跟渠菌有關係 那渠菌就是一種生物發酵 那生物發酵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的時間很長 可能要到三四個月 在這過程當中也許會有一些雜菌的混雜 那不同的菌它會有不同的產物出現 那這裡面我們比較擔心的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像黃曲毒素 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的雜菌 它製造出一些對我們人體不好的成分出來 所以釀造醬油它還是必須要控制好 它這個渠菌的純度 不可以有雜菌混雜 儘管從頭來過 但是生命已經跟醬油事業 密不可分的高智夢 用認真和踏實的態度 嚴格把關自家生產的有機醬油 目前已取得德國和台灣的有機雙認證 而它更常常花時間在自家工廠 或是有機商店等場所 向婆婆媽媽們 傳達醬油不添加人工化學物的好處 像今天來了好幾位媽媽 她們將要